三、中國《經營報》八十九零後唱主角奢侈品代言開審 2015年7月20日為及人生E08珠雲不是奢侈品在尋求年輕化 以使中國的年輕消費者正成為主流 最近一段時間,不少奢侈品牌尋找的新形象代言人或品牌大師 不僅越來越年輕,且在年輕的消費者間影響力頗高 他們也是社交媒體上的達人或異見領袖 事實上,請娛樂明星代言品牌始終是把雙刃劍 財富品質研究院長周庭認為,在娛樂明星代言當紅的今天 中國區奢侈品的公關團隊要提升策劃能力與活動控制能力 不具怕負面消息,要學會善於利用負面信息製造對品牌有利的話題 顯然,這是對奢侈品公關團隊的一項新挑戰 代言人低齡發請當紅的娛樂明星造品牌代言人 是品牌營銷的慣用手法之一 但對高冷的奢侈品而言,一向較為慎重 一直以來,很多奢侈品牌要摩不請代言人 要摩就是代言人全球統一 以外國人的面孔出現在各類時尚集之上 中國消費者強大的購買力終於讓品牌坐不住了 開始考慮具有鮮明個性的本土明星為品牌造代言 如果雪流氓,陳道明,李冰冰,前幾年 這些奢侈品的中國代言人,影響的 或是60後、70後為主的消費者 而范冰冰,周信,趙薇這些明星更多的是影響了80後消費者 那麼現在品牌代言人的選擇則更加年輕化 目標直擊90後者者新興消費者 近日LVMH集團旗下的碗標品牌他格豪雅Tagheer 以下簡稱豪雅,宣布李二峰成為其品牌大使 選擇者為1987年出生的小鮮肉做代言 豪雅大有樣品牌年輕化調整的禁事 而此舉亦或將影響更多的品牌營銷策略 豪雅表以無具挑戰,成就自我為品牌理念 品牌方面認為李二峰的個性與豪雅的品牌理念有著很高的契合到 使之成為繼施、羅、卡拉迪雅伊、林書豪等代言人後的新一位代言成員 當然這並不是豪雅第一次特點學興明星代言 在品牌的代言人目錄上還有90後的歌手鄧紫棋 豪雅全球C.E.O.L.V.M.H.集團碗標部門首席執行官楊克勞德比忽表示 李二峰在大中華地區90後中的影響力非同繁響 他的成功標榜著年輕力量的蓬勃生機 以及無限可能 我們相信李二峰的加入能帶領豪雅開拓勇敢無畏 用往直前的風格新一代 除了李二峰代言豪雅 紀凡希Givenchy最近發布了其2015秋通廣告大片 這組黑白廣告大片中 民選偶像第一人李宇春手持Shark手袋 以一身羽毛外套巴氣出鏡 一直以來 提起紀凡希 不少消費者立馬想到了歐代例黑本的青麗形象 但對80後 90後這三年輕一代的消費者而言 黑本早已是蒙拿麗莎式的形象代言 經典到可以進到博物管了 紀凡希期待在中國尋找一位合適的代言人 讓中國市場本土化 據悉 早在2013年紀凡希就草言開始了與李宇春的接觸 彼時紀凡希的創意總監Ricardo Tissi 就包了李宇春為美演唱會的全部服裝設計 而今年的Match Ball 李宇春是紀凡希唯一邀請的中國女性 經過了長達兩年的磨合 李宇春最終成為了紀凡希的品牌代言人 仍合新消費需求增幾何時 奢侈品選擇明星代言品牌時 都是選擇成熟 沉穩的知名演員 國際名模 但現在選擇當紅明星正流行 者而者的區別在於當紅明星更奪眼球 更善於炒作自己 更喜歡在風口浪尖上展現自我 周庭認為 奢侈品身消費群體的年輕化市品牌改變營銷策略 選擇當紅明星做代言的重要原因之一 90後消費者的個性化非常強 他們只接受自己的偶像 財富品質研究院對90後的消費行為研究發現 90後的年輕人總是關注他們自己的偶像 炒作紅火的娛樂事件 這些人與是好玩不好玩 潮不潮 對與事件相關品牌的關注度並不深強 奢侈品牌選擇當紅明星做品牌代言人 費力地討好他們 年輕的消費者不一定全買關 周庭認為 品牌方現在必須學會與90後年輕人在社交媒體及線下互動 如果說這場互動式的營銷是一場戲的話 品牌方必須要配合明星、粉絲們完整地演員這部劇 有一套行之有效地應對各種危機的預案 並能夠第一時間化解危機 事實上 選擇明星做形象代言人 在全民娛樂化、傳播碎片化的今天 奢侈品牌就必須放下身段參與其中 並且做好隨時發生各種意想不到的危機公關的準備 落得公關高級副總裁、中國區奢侈品業務總經理高明認為 奢侈品牌選擇年輕的明星做代言人並非偶然 而是經過了心思熟慮的 同時 高明並不認為奢侈品牌選擇了較為年輕的明星做代言人 是品牌刻意在走年輕化的路 是中國年輕消費人群越來越重要了 奢侈品牌必須要照顧到這些消費群體了 高明及其團隊經常為一些奢侈品牌做公關全案 危機公關也是其重要的工作之一 他認為 當品牌坊從開始海選明星做代言人乃一刻起 就要未與籌謀地做危機公關預案 應對挑戰 與快消業相比 當奢侈品遇到了危機事件 級媒體和工彈章 像在於他們反應慢態度不積極 但高明經常接觸品牌坊 他告訴機者 這些標籤有失偏頗 當危機發生了 大部分的從業人員不是在拖延時間 而是想解決問題 只是權限有限 品牌內部有沒有建立起應對危機的機制 往往沒發決策 他指出 不少品牌甚至要到全球層面做決策 吸外界帶來高霧的印象 其實他們也肯著急 各性化代言各性化是這個時代的符號 奢侈品在選擇代言人的時候 也不必跟風此的選擇年輕的當紅明星 像江斯丹頓 百達斐麗 愛馬是這些品牌 幾乎從來不選代言人 因為沒有哪個明星能真正代表品牌 能代言品牌的只有他們自己 無論是快銷行業 行業還是時尚產業 品牌在選擇代言人時的基本原則都不外乎兩個關鍵點 一是代言人的形象 所代表的價值觀是否跟品牌主張的形象 氣質吻合 其次是代言人與目標群體是否契合 是否對這群人有影響力 事實上 奢侈品的品牌形象 氣質 似乎很難找到某一個明星與資相契合 因此品牌的做法往往是選擇多位代言人 同時 明星們的角色並非商業形象代言人 而是品牌大使或品牌好友 對奢侈品牌而言 借或許比直接將明星簽約成商業代言人更安全 同時24品牌個性化的展示 比如寶柏在中國區選擇了多位品牌文化大使 用而影響品牌經濟術力高、文化層次高的高端消費者、高名高數機者 很多民營企業主是寶柏的目標消費群體之一 他們中很多事跟著吳曉波大敗局及諸多財經作品 一起成長起來的商界精英 寶柏選擇吳曉波作為品牌文化大使 比起娛樂明星更為內斂、低調 但目標更對位 寶柏的這種做法很獨到 而這種獨到本身能使品牌實現差異化競爭 高名說 而這種做法發生由代言人引起的危機公關 比請娛樂明星代言的可能性更少 但對品牌形象的提升加分更多 選擇代言人或其營銷策略 沒有好與壞、對與錯之分 選擇適合品牌現階段發展及市場需求的就是最好的 無論哪種策略、做好完善的預案 有體系地進行最為重要 北京樂斥此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姜曉峰如此評論到 有效 있다고 じゃあ 請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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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